在台北我們要吃龍街 龍街山 大鄉七十大親愛得不好 一大早在台南列揚下 站路口接獎 一獎就是三個小時 還有車隊沿街拜票 只是滿滿的棋子照片 怎麼就是不見主角 市長參選人謝龍介本人呢 龍街山一個學部的機會 他上禮拜已經精冠肺炎確診 所以他要居隔七天 時間對我們來說 都是算賽跑 都是非常珍貴 對我們這些小雞當他的分身 來替他跑市場 公園 還有我們站路口 那其實我們不管在哪一區 現在有一句話說 團體就是力量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以團體站為主 我們出去拿著麥克風 替我們的市長拉票 其實我們也是一個曝光度 眼看選站倒數百日 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費 母雞確診了 小雞當起分身一次扛起 而正在被隔離的謝龍介 也沒閒著 謝謝謝一文 沒有就有一些事情要交代嘛 那我錄音嘛 你還是會怕 這段時間我們就是 這個hold住所有的議題 然後在演出上不斷跟我們的支持者交換意見 也許今天或明天就會 雖然不能出關 但是會跟大家來個直播 空戰陸戰齊發 就算發燒燒到39.2度 謝龍介被關在小房間裡 也還在繼續拚 畢竟這回要挑戰的對手 作用現任優勢 實力 聲量都很堅強 這邊是北 這邊是南 是的 所以這邊東 這邊西 要看西洋就好 親自視察完工程 再到警察局開記者會 一整天行程排滿滿 還記得四年前 驚險當選的態勢 黃偉哲靠著穩步施政成績 爬到今年施政滿意度第一名 這回2022年想要連任 除了國民黨謝龍介 還有重磅回歸的 Crazy Friday 林一鋒 跟五黨籍許忠信來挑戰 坦白講一路走來我們是非常辛苦的 因為在四年前除了寒流之外 那當然因為民意黨在南部 尤其在台南 已經執政很久了 民眾也想要說 看一看有什麼新的 那所以說我們剛上來的時候 得票率是全國比較低的 38%而已 然後後來我們就努力來進行市政 所以我覺得這個市政部分 民眾還是有感的 還是不會因為說藍或綠 你是綠的或是藍的 西瓜不西瓜這些的 身在台南綠營大票倉 黃偉哲穩穩互助基本盤 TVBS民調中心針對台南市長 選舉民調 黃偉哲的支持度為50% 謝龍介則為31% 兩人差距大約兩成 聯合報民調也顯示 民進黨坐擁長期執政優勢 現任市長黃偉哲 以51%的支持度 大幅領先謝龍介的23% 更有高達6成3選民 看好黃偉哲能順利連任 僅有9%認為謝龍介有勝算 黃偉哲已經藉由這樣子的 四年的歷經獨自 把他很多派系都拉回來了 台南傳統上的議員 都比較單打獨鬥 而謝龍介在這麼艱困的選區 然後又是國民黨比較弱勢的地方 他已經習慣一個人努力 不能以謝龍介的魅力 或者是國民黨整合的力量 讓謝龍介改掉以前單兵獨鬥的習慣 我覺得非難如果可以整合 未常不是對黃偉哲的威脅 距離年底選戰進入正式倒數 如何在黃偉哲現任優勢 又綠到出資的台南 殺出一條血路 對挑戰者們來說 實在很有難度 TVB的新聞 周銀倫從越台南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